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谢盛会 你的人情顾书记 今天还是有一个留言跟我探讨 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 所以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回答一下 查理刘问了我一下 能不能评价一下轻吹和黄满 首先我不太明白黄满是什么意思 皇帝的黄 满族的满 我不太明白这个黄满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太听过这个词 主要是 但是轻吹这个我能理解 跟明吹 唐吹 秦吹 汉吹 朝吹 不是 没有 各种吹 吹 吹消 吹笛子 这种吹一样 首先我是不是清吹 虽然我说过很多清朝的故事 但是您如果真的了解我的话 我肯定不是一个清吹 这个您是知道的 黄满是什么 这个词真的不太理解 希望回头我也查一下 我也丰富一下自己的认知 看看黄满是什么 跟满虫没关系吧 我这人比较怕虫子 然后是应该撕清 就是首撕清朝 还是应该吹清朝 还是应该撕面清朝 这么一个事 就像我曾经在线下活动中说的那样 我不对任何封建王朝 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王朝推崇以及思念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一样 他们都一样 只要存在着个人专制的这种情况的这种朝廷 这种朝代 哪怕这个朝代不是很远 清朝 我也认可 我也不会认可 我是一个非常反对大政府的这么一个人 我坚持着认为 政府一旦对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去插手 那么没有好 所以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去美国 那我大概率是一个共和党的支持者 虽然可能我会摔得很惨 但是我起码知道政府插手民间的事务之后 民间能惨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是一个小政府 它越小关注民间 越小去干涉民间的自由发展 是越好的政府 这首先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 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您也别反对 您也别支持 至于您怎么想的 那您就那么想就行了 是不是 反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基于这种态度 我是不会思念任何一个存在专制的这么一个王朝的 这么一个王朝的 至于有人会思念 真的会思念 甚至会去吹的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对吧 也可以理解 毕竟那个时期没有人经历过 很多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时期 可能会感觉到那个时期有多好 就像前两天我在看很多短视频的时候 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1977年高考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说 那个时候题好简单 那个时候我要考都如何如何 没有一个人评论中了解 那个时候为什么题会那么简单 是因为头十年没有上学 对吧 是因为头十年中国教育是断档的 老三届的学生 尤其是那帮初高中的学生 他只会做这种题 对吧 您让他没有在那种 没有不能脱产 在插队 在工作 在工厂 在野外的那种条件之下去学习 这个难度是很高的 所以我看很多人说 那年的高考的录取率只有5% 错了 那年录取率只有1% 对吧 全国没有人学习 那他考试那题的难度已经相当高了 您不能按现在的角度去看 但是这点也看出一个问题 没有很少有人现在在网上 知道头十年 1971年之前的十年都发生了什么 没有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 对吧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事了 那至于一百多年前 两百年前 清朝发生了什么 你没有亲历去那些 你没有当时那些亲历 你是更不会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甚至会产生一些 呦 我看到了一个史料 这个史料中说 这个事 呦 好像挺有吸引力 我就会去怀念他 我就会去思念他 这种感情 对吧 我最早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情 尤其是当我听到什么什么盛世的时候 什么康庸前盛世 这种盛世的时候 我也会去憧憬 呦 那个时候老百姓今天什么样 看电视剧 什么铁纸冲杀 小蓝 呦 里头这吃饭吃这么好 我也会去憧憬他 但是当我的这些 这些历史知识丰富 我对那个时期有了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看法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 那个时候有什么可推崇的 有什么可思念的 我如果生活在那个时期 我曾经说过 我生活在那个时期 我大概率考不上秀才 我考不上秀才 我只能去务农 如果是务农的话 我只能清朝是这样 清朝的务农的人 他一年大部分要靠借贷 才可以还清今年的债 然后借出明年的口粮跟种粮 然后我要去种植 等于农民一辈子是在借钱生活 并不是像今天我们信用制度 我们花明天的钱 不是 他们是我不花明天钱 今天我是死了 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压根跟今天的借贷这种东西 信用这种东西是两个概念 您知道吧 在清朝农民最富裕的一年 在清朝农民最富裕的一年 可支配收入占我一年创造价值的5% 这个是最富裕的一年 可能具体哪年我忘了 反正就是康雍前那一时期 具体哪年我忘了 对吧 那是最富裕的一年 为什么您看这个叫雍正皇帝 一定要贪丁入母呢 首先第一 他不是为了老百姓好 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 那都扯淡 对吧 那是说给老百姓听的 对吧 他让李渭把这些东西写成那种 谁都能懂得数来宝 然后上街唱去 那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 实际上是因为我收不上钱来 我需要多收钱 我才要贪丁入母 这个丁税就是人头税 我现在收不上来 我就要从那些大户人家的土地中来征税 那我就只能去贪丁入母 让他们来交税 原来他们都是不用交税的 对吧 这个是雍正当年的真实的心态 至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 跟雍正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问雍正当时什么除剑籍 对吧 把这个妓女 乞丐 包括那个彩蛋 就是彩珍珠维生的一帮蛋民 对吧 把他们除了剑籍 为什么 让他们多纳税 对不对 让他们多纳税 让他们的孩子多成韭菜 多成人矿 然后来我们这高考 然后来我们这科举考试来 对吧 就让我们让他们发挥更多的价值 而不光光是每年给我进下点珍珠 而不光光是每年陪我们多陪陪底下人多多睡几个客人 那多睡几个客人 客人开心了 你开心了 跟我皇什么关系 我需要的是你多交税给我 所以您看他废除什么盖籍 这种剑籍之后 对这些剑籍的人 他赋予了更高的辅税 对吧 这个是雍正皇帝的真实面貌 它是他的真实目的 我平时我说我是雍正正开的盟 我对雍正比较熟 并不代表我喜欢雍正啊 我只不过是对这个皇帝稍微熟一点 我很好奇这个皇帝 我比较了解 他身上发生什么 但是正是基于我的这种了解 我更知道他的每一项形成的 他的每一项所谓贪定入母 官身一体纳税一体纳粮 对吧 包括这个火号归功 包括后来的那个叫改土归流 他这几项大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两点 第一巩固统治 比如说改土归流 第二多挣钱 其他那几项都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多挣钱的 藏富于我 雍正皇帝本身性能难 再加上他这个人又比较 他就没什么个人的兴趣爱好 除了当皇上以外 他一点兴趣爱好都没有 对吧 除了政治斗争之外 他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所以说 那既然是这两点的话 那我怎么能政治斗争赢 我怎么能共务统治 这是他所有政策要考虑的 那我怎么能 我怎么能多收税 我抠啊 雍正皇上多他妈抠啊 这个是我要考虑的 雍正皇上经常干件什么事 比如说他赏大臣 这个赛老爷我赏你个东西 这个赏你了 把这个鸭签盒 御用的皇上用的鸭签盒 赏给赛老爷了 赛老爷这千万谢回去太监去收钱 太监收二百两银子 你这皇上赏你东西了 你不得收钱吗 收你二百两银子 回头这二百两 太监拿十两皇帝自己收一百九十两 这雍正皇上就天天干这种事 您知道吧 包括这两天 我就突然特别好奇 翻这青史稿 这青史稿看了他的雍正的本纪 看这个本纪的时候 也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对吧 很多那种说法 很多那个包括挺逗的说法 也都能看见 那您说雍正这个皇帝 康雍前这三位皇帝 中间最重要的这位皇帝 他不能说代表所有清朝满清的皇帝 但是基本上也差不太多吧 尤其是您在说 我之前骂了那么多期乾隆 为什么呢 因为乾隆不就是一个 这个所谓权力 就是权力狂 控制狂 加自恋狂 对吧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三狂合一的这么一个皇帝 当然他还有很多狂 什么美食狂啊 什么睡姑娘狂啊 就就类似这样的 这个这乾隆皇帝 就在在在在在他身上 就都有这种体现 那您说像这种朝廷 我有什么可思念的 对吧 我费了我一生所有努力 去给去供养你一个人 我思念他干嘛 我有病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一点 清王朝到了晚期 由于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就是整个世界在发展 这种不可抗力 他也被迫做出了很多变革 其中我在圆明园 我在一和园线下活动的时候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其实如果您去回看1894年的清朝 其实和2023年 现在的某个国家是很像的 如果我是1861年出生 1894年 我33岁 我1990年出生 2023年 我33岁 这点我特别能理解当时人的心情 1894年的人 在甲午战争前夕的那些人 去回看前33年的历史 前33年是什么 1861年开始 同志元年 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 虽然刚开始有很多挫折 但是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挫折了 对吧 那不是还要到92年南巡谈话之后 才彻底的就OK了吗 所以从我说过90年开始 对吧 就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大国崛起 那真是大国崛起 我们曾经经过两次亚美战争 被西方人 被英国人 法国人 摁在地上摩擦 北边 这个俄罗斯 跟我们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爱辉条约 美国人也过来插一脚来 是不是 那我经历了这么多 那我之后开始通定自动 开始崛起 那真是一副大国崛起的样子 对吧 1871年 开始左东上收复新疆 然后到了1874年 好像是1874年 曾国藩的儿子 曾国权 什么曾国权 曾国藩的儿子 曾继泽 到了沙俄去谈判 愣把伊犁要回来了 跟南边 跟法国人 虽然海上输了 路上咱没太大 没吃太大亏 虽然什么镇南关大劫 那叫不了大劫 但是好歹来说 对于老百姓的宣传上 这个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对吧 所有人都沉迷在这种环境之中 然后前几年 我们的海军还在日本耀武扬威 就是所谓广岛长崎事件 对吧 您就可以查一下城 长崎事件 中国海军上岸嫖娼 对吧 日本人不管怎么着 全给放了 对吧 这都是大国崛起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33天经中国人回看的时候 那个时期的满清人回看的时候 都是在大国崛起 所以这点上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 一呐呐的类似 除此之外 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可比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去思念任何一个存在专制的这么一个时期 同样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您以所谓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去衡量盛世的话 毫无疑问 当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全5000年以来 假如有5000年 5000年以来 这片土地上生活所有老百姓的总和可能还要多 还要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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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但是并不代表着老百姓生活水平高 现在就是盛世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既不会去吹 也不会去思念它 我只是 我也不至于说手撕它 对吧 但是我只是站在一个别的角度 我冷眼旁观看看它 也就这么着了 行了各位 这期就这么着 拜拜